好,我们来讲这个概念有关于分数的四则运算 这个是配合111会考的第五题 我们在讲到111会考的第五题的时候 有遇到,里面有遇到一个这个 22分之9加上负的22分之23 这个要怎么加呢? 当你遇到负分数的时候 你如何处理负分数这个负? 这就是重点 怎么要处理这个负呢? 事实上呢,我们在算的时候是这样 也就是说呢,正数当然是没问题 好,如果遇到负分数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就把负号呢,把它放在分子的位置 把它放在分子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跟原来的分数的加减法呢 就是一样的 分母一样就写一个就好了 就是等于22分之9加上负23 9加负23 好咯,你看 这个就是跟原来的这个分数的加减法是相同的 只不过多了一个负 那多了一个负呢,我们就把它放在分子 这样就解决了 9加负23怎么加呢? 你可以这样想 你有9块,结果欠23 也就是说呢,你把9块还人家之后 你还是欠的嘛 那欠多少呢? 欠23-9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会变成是 分母还是22 分子是欠的,欠多少? 23-9 所以呢,最后算出来就是 22分之负14 好,我们这个题目先讲到这里 负分数呢,它其实的关键点在哪里呢? 它其实关键点在于这个负号你怎么处理 我们在算的时候呢,负号都百分子 就这样,把负号百分子 其他呢,算法都跟原来你学过的呢 是差不多的 多了一个负号百在分子 那你在算的时候负号就百分子 那你最后再写答案,再把负号把它放在旁边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这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呢,我们要学看看 怎么样约分 约分是小学的 但是有些同学呢 像遇到这个22分之负14 他就不会约分 那这约分怎么处理呢? 他会被这个负号所干扰 负号呢,你可以把它放在旁边 就变成负的22分之14 负的22分之14 那这个负的22分之14呢 要约分的话呢 其实就是看分子分母呢 有没有共同的因素 14跟22 它有共同的因素就是2 所以我们可以把分子分母呢 都把它除以2 那分子分母都除以2呢 我们在数学上我们可以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这样 负的22分之14 分子分母都除以2 除以2就直接化掉 14除以2就等于7 22除以2就等于11 所以这个算出来的结果就是 负的11分之7 这个约分就是这样算 第三个重点呢 我们来讲一下 怎么样子去掉括号 好,来看这边 你要去掉括号的话 如果括号的前面呢 没有写符号 没有写就代表正 或是括号前面是正的 那很简单 那就直接照抄就对了 就把括号去掉 直接照抄 这样就可以了 同学比较不会的是 括号前面是负的 我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负的A-B 这怎么处理呢 没有写就代表正 所以呢负正 就得负 负A 那再来呢 负负 不要忘记后面还有负负得正 所以呢 就变成负A加B 那如果像第二个呢 这个 而负的括号负A加B 怎么办呢 首先一样 负负得正 正A 那这个正呢 可以把它省略 负正得负 负B 所以就变成 正A-B 或是A-B 这个是去掉括号 所以呢 你要解决111年会考的第五题 你大概需要三个工具 第一个就是处理负分数的负号 在算的时候把它移到分子就好了 那第二个呢 你要会约分 所谓的约分就是分子分母 同时处以它们的共同的因素 第三个呢 你要去掉括号 括号前面如果是正 就直接照抄 括号前面是负 那就利用这个符号的运算的规则就可以 我们这个概念呢 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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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